谈谈让台湾民众也吓坏 我们直击大卖场发现 这架上的盐巴已经被扫购一空 但是秋刀鱼却没有什么人买 而日方说有国际原子能总署背书 但是专家狂打脸说 原子能总署从没同意 日本排放核污水 日本这核污水一排 亚洲各国风墙海盐 台湾秋刀鱼倾以首当其冲 直击大卖场一看不得了 卖盐巴的五层货架上 全都空空如也 比当初强淡还夸张 明明台湾保证不缺盐 但民众照样抢光 前年被抢光了 加肉河那边差不多了 我昨天也去买海盐买好多 我怕那个会污染 赶快买起来的话 而就算核污水还没有飘过来 对比卖场里的秋刀鱼 买到快要跳出来 就是没啥人买 应该是会吃一些养殖鱼吧 台湾自己养殖鱼 日本排放核灾变水 日方说致癌的川漢丝 国际原子能总署已经说没问题 但却传出这种事 我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这是测试的 我们没有收到任何钱 排放核污染水 是日本政府的决定 国际原子能总署 并不是同意日本政府这样做 专家爆料 日本不想花十倍的价格 蒸发掉核污水 但这核灾变水排到海里 确实有问题 从大陆南韩到泰国 不是抗疫就是制裁 偏偏我注视代表谢长亭 竟然说微量的放射性元素 就像北投温泉 对身体反而有益 万要炸锅痛批 日本污水这么健康 通通留给岸田文雄 和谢长亭喝水洗澡啦 这些核污染水里面有穿 它就是涨水包吻石里面的水 你处理以后一样很干净的 你敢喝吗 请问你 我们呼吁谢长亭 每天喝一杯给我们看吧 明信长 不是反核吗 现在水呼噜呼噜的一直来 怎么样 多洗一点澡 微量元素了是吧 微量元素呢 哇 这是什么水 我洗起来 怎么那么舒服 是核废水 是废水啊 这什么鱼 长那么畸形 吃起来怎么那么甜美 这个鱼肉 吃起来像 河牛一样 这是河牛鱼吗 不是 是河废水养的鱼啊 是废水啊 哎呦喂啊 那我反问民进党 你反不反核废水 你在台湾逢核必反 这件事情呢 全党乖得跟个狗一样 蔡政府过去骂核电油 辐射如金花质本 辐射能泡汤 反对台湾有核废料 却力挺日本的核污水 现场亭口中有健康元素的水 不知日本为何不留着给全国泡汤 记得张罗辞续过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